以军持续攻击拉法的东南郊 已经逼近西郊伊布纳的边缘 5月23日以军发布影片表明 正在加萨南部的拉法 北部的贾巴利亚跟哈马斯作战 巴勒斯坦内政部承认 哈马斯高级安全官员舒拉法 在加萨城视察居民驱使 被以军击毙 23日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乘快艇视察加萨沿岸的战况 和救援物资的运送情况 并提醒各界 以军在拉法的行动正在加强 以色列电视台22号播放了 去年10月7号 5名穿睡衣的少女 被哈马斯掳走的画面 施压政府救人 军方在23号回忆民众 人质就被关押在拉法 以军会精准打击救回人质 再次强调拉法之战的重要 不止加萨 以色列正在北境 对阵哈马斯的盟友 黎巴嫩真主导 23号 以色列总理尼潭雅胡 在北部听取军方简报 承诺尽快恢复北境的安全 让之前被迫撤离的居民回家 新潮人电视仁浩综合报道